国际讯息我们来关心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的次子杭特拜登 涉嫌跟家族成员 在与外国贸易当中 获取了不当的利益 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众议院 在今天投票 以221票对212票的投票结果 将批准对总统拜登 启动了弹劾调查 那么拜登的儿子杭特拜登 他则是全盘否认一切的作为 for six years I have been the target of the unrelenting Trump attack machine shouting where's Hunter well here's my answer I am here let me state as clearly as I can my father was not financially involved in my business not as a practicing lawyer not as a board member of Burisma not in my partnership with a Chinese private businessman 不是在家裡或在外面的投資 當然不是作為藝術者 讓拜登下台 因為即使眾議院投票彈劾拜登 那麼參議院也必須要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 而民主黨目前是以51比49佔參院的多數 所以是不可能成功 大陸自主研發的商用客機 包括被譽為渴望挑戰波音 以及空中巴士壟斷地位的C919客機 在12號的時候飛抵了香港 作為首次大陸以外的飛行及展示 而到週六還會在維港上空繞兩圈 來做飛行展示 那麼記者也進入到了駕駛艙 看看它有什麼樣獨特設計的系統 以下來自香港的報導 包括首次飛到大陸以外地區 今年才投入商業飛行的C919 以及已經外燒的ARJ21支線客機 香港機場以水門裡迎接 13號開始讓航空業界及特定團體 登機參觀 C919類似波音737單通道大約150多個座位 是大陸自主生產的最大型噴射客機 記者進入駕駛艙參觀 其中多用途顯示屏幕是最新設計 可以基於不同任務的時候去任意的調節 各個顯示屏顯示的這個介面 降低機組無可負 C919的座位採用了中間座稍微寬約一公分的設計 讓座中間的旅客感覺寬敞一點 C919的部件目前大約60%是大陸生產 而動力系統、航電飛控、電源系統及起落架等都是外購 但已被實作渴望打破波音及空中巴士在市場的壟斷 目前訂單已超越一千架 C919周六上午將會在維港上空盤旋兩周 讓更多的民眾看到它的真身 C919的外銷最大關鍵 還要看能否取得歐洲及美國航空監管機構的認真 以上是祝香港記者黎靖華的報導 有最美周芷若稱號的港星周海妹在11號病逝 38年演藝生涯當中留下了倚天屠龍記等等名作 而她的情史也是很轟烈很精彩的 曾經因為戲當中結緣了呂良偉 密婚一年之後就閃電分手 更傳出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介入 而且被呂良偉氣得大動干戈 是把黎明打到住院 港星周海妹11號搶救無效病逝享年57歲 傳出送醫前心臟已經停了一小時 周海妹1966年香港出生 是滿清八大姓氏之一的瓜爾加後裔 屬於香白旗是貴族真格格 回顧38年演藝生涯 19歲參加香港小姐出道 接連出演港劇成為90年代當家花旦 隔年周海妹飾演以天屠龍記的周芷若 轟遍大街小巷 不過她差點就和周芷若一腳擦身而過 她性格不太好 感覺她比較小氣 覺得我應該駕馭不了 幸好在導演再三圈縮下 答應出演留下最美周芷若的美名 像周海妹這樣的女神情史更是精彩 最著名就是和呂良偉的感情 21歲結緣密婚一年就分手 傳出黎明介入 讓呂良偉為了搶周海妹把黎明打到住院 這段緋聞一直沒有被證實 黎明曾說是真真假假扑朔迷離 不過周海妹的忌日竟然和黎明生日同一天 驚人巧合令人不聲唏嘘 而讓周海妹再創事業高峰就是五妹娘傳奇 48歲出演楊淑菲一腳人氣再翻掌 還有一部2013年的作品尚未面世 只可惜成了一座 一代女神陨落永遠的周芷若 那份仙氣 陰氣 長存 隱明心中 記者綜合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如果請試 大家一點的高級對溝通 如果請試騰大家 desar�� 合掌,鑽 executing 餘厚職 最終表現我們在五校工作 – 拍掌